欢迎来到政治,我是启耀 在昨天财政预算公布之后有很多讯息 但是今天我主要挑了三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很遗憾 这三个新闻恰好就是T15跟老板们 最不想看到或者是看了对暗花 一定有怨言的这个新闻 只是这一些措施对国家是好是坏 我们过后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首先第一个新闻是这个 其实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尤其是有投资股票的人 一看到真的是很不爽的 这个安华这个政府到底是多缺钱 为什么缺到要把手伸向这个股票市场 也就是明年开始 如果你所借获的dividend 你的股息一年有超过100千 有超过10万的话 那政府将要收2%的股息税 所以一开始就很多人在骂老啊 惨啊 那个股息都要收钱啊 很多人一定逃了啊 这个外资撤走什么 不过大家要仔细的想一想 其实这一个政策 针对的是非常特定的这个群体 首先如果你投资EPF 你投资一些国家的储蓄金 PNB这种的是不会增这个股息税的 如果你投资海外的这一些市场 也不会增税 所以它是针对本地市场 那本地市场 你被增这个2%的股息税 意味着什么 差不多你的资产 至少 我讲股票市场的资产 至少要有200万以上 因为你的资产如果是200万 一年如果这个公司给5%的这一个股息 OK 很多了哈 5% 那你才有可能在一年呢 收获10万或者是100千的这一个股息 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 谁会在股票市场里面 在公司里面呢 拥有200万的资产 肯定就是呢 非常非常有钱的这一个群体了 OK 那为什么安华想要实行这个税务呢 主要是他认为 你看到很多的这些公司呢 他们为了要结税 他们为了不要给那么多的税呢 所以这一些股东 这些大老板呢 他们就不领薪水 然后呢 通通的他们怎么样拿到这个钱呢 就是从公司这一边呢 在弄完全部税收之后呢 就分股息给他们 因为目前来讲 股息完全不用给任何税 所以呢 这一些钱就直接去到了 这一些比较这个股东啦 或者是老板的这个手上 所以安华或者是这个政府 就是看准了这样的事情 觉得应该也要给一些税 所以就征收了这个股息税了 当然这一个新闻呢 其实有一些争议是因为呢 这个公司 其实他所赚到的所有的钱呢 都是已经缴了税嘛 那如果连股息 派这个股息都要另外增一个股息税 那其实是不是双重给税了 就是叫double taxation 那这其实公平嘛 这个呢 我们可能最后的时候再聊一下 但是很确定的 这一个政策 其实就是让尤其是T15 还是那些有大股东 可能会颇为不爽啦 那第二个新闻呢 其实就是关系到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 这个RUN95津贴啦 安华在昨天就表示呢 政府将会实行 这个针对性的RUN95津贴 不过他再三的强调 这一个针对性津贴呢 对全马85%的这个人民 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呢 85%的人民都会继续的享有 这一个津贴 而受影响的是 其他的15% 他形容了这15% 就是外国人 和超级有钱的人 他提到说呢 其实马来西亚 每一年的这一个RUN95津贴 有整40% 是去到了这些人身上 所以呢 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好过把这些钱省下来呢 用在更多其他的这个补贴上 我们暂且先相信 是这样子啦 虽然我觉得很奇怪 这15%的人 怎么会用到40%的津贴 OK 然后当然也包括 85%的民众 真的不会受影响吗 我们过后到底要怎样 拿到这一个津贴呢 是通过现在建议的 这个用这个大马卡 这一些 其实都等着 这个政府更详细的解释 但是 在这一个议题上 你说对于这一些 有钱的 这个T15的 这15%的人来讲 会不会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对他们的生活而言 打油 没有津贴 这一件事情 应该是不会太大影响 毕竟大家要想 他们的资金量体 已经是 一定是过百万 剩千万的人 其实打不打油 有没有津贴 是还好 不过 它肯定会造成这样子的 一个形态就是 我也是 虽然我是有钱人 但是呢 每一年我缴的税 肯定也是比其他人多 那为什么我缴的税 缴的更多 但是我却不能享用 这个同等的 这一个今天呢 这是 在实行了这个政策之后呢 我相信 多多少少会存在的 一种心态 也就是 其实很多的T15 就心里非常不爽嘛 明明我对国家的贡献 也是很多 那为什么我不配拥有 这一些今天呢 这就是第二个 其实安华 所实行政策 会带来的一个影响 OK 往好的地方看 当然呢 就是 这一些钱呢 到最后 把从这些有钱人身上拿掉 就是 他们受影响比较少 然后我们给更需要的人 不过 倒转来看 是不是一种不公平 那去到第三点呢 这一个受影响的群体 就未必是T15了 而是 全部老板们 请看新闻 从明年开始呢 政府将会把这个最低薪金 从本来的1500 提升到1700令吉 但是有非常清楚的表明呢 就是那一些员工 少于五个人的这些企业呢 他们可以延迟六个月去推薪 也就是本来是明年二月一号 就要落实的这个政策 如果你是少于五个员工的企业 那你可以在明年的八月一号 才开始落实 这是我认为 对马来西亚整体经济影响 最大的一个措施 因为大家要想想看 如果你这个企业 是做得非常大的 假设你有整百个员工 一百个员工 那现在全部你都是给最低薪金 1500 现在呢 是要直接每个人家都200令吉 所以就代表说呢 你的这一个企业 就直接一夜之间呢 马上加多了两万令吉的 这一个开销了 所以这一个措施 其实最大的这个受影响群体 我自己认为会担心 是这个中小企业 对吧 就是其他的大公司 或许他们有办法去消化这个事情 不过中小企业到底要怎么去负担呢 而这里呢 其实我有仔细的在看了一下 安华所推行的其他的政策 目前我看到呢 中小企业对这样的事情虽然是有冤言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相当的 对这个财政预算有满意的部分 比方讲呢 其实这次的这一个财政预算案 有给予这个微型的这个企业 给他们豁免印花税 从5万变10万 然后呢 为了要扩大整个中小型企业的这一个 让他们更好的做生意呢 其实安华也有给予更多的这个融资 包括400亿的贷款便利 还有这个贷款的保障 然后国家储蓄银行也有提供这个微型的贷款 然后马来西亚发展银行有64亿的这个融资基金 然后还有其他的通过这个贷款金融有限公司SJPP呢 给予中小企业高达200亿令吉的这个融资的这个份额 所以意思是讲 虽然是有落实的这个最低薪金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政府其实也是有尽力的要去扶持这个中小企业 所以这一个政策推行下去呢 其实它的原意是希望说 我们整体全国人民 尤其是一些比较B40的群体 它的这个收入可以增加 不过如果这样事情真的推行下去 会不会另外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的上升 而毕竟如果是这些企业 他们全部这个开销上升了 那会不会通过把物价也提高 进而让他们的盈利维持呢 这是目前整个社会上都在讨论的一个方向 好那基本上这三个新闻聊完 都是关系到很多数字 关系到很经济的东西 我认为整体的方向 我会是赞同这一个措施的 就是安华这次做的莫过于四个字 劫富济贫 我完完全全可以理解说 就是这样子做对富人是不是不好 对他们是不是不公平 为什么要抹杀他们的贡献什么 不过其实大家要认真的想一想 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一个财政预算案 是可以大家满意的 你总是如果你要补贴 你要找钱 就一定要有人出钱 只是这个问题是 这个出钱的到底是从哪里来 你是要跟全国人民收钱吗 像是推行GST吗 你是要向富有人收钱 还是你要向M40还是B40收钱吗 或者如果哪里都不要拿钱的话 就是这样就是举高国债继续的借钱 然后排钱 所以总是需要有人去付钱 那这次或者讲我们讲 这一届这个团结政府 他们整体的方向是一直都一样的 就是持续的帮助弱势群体 然后呢向更有能力的那群T10T15 去收这一笔钱 所以你说这一个政策推行下来 可不可能会让更多的T15不开心什么 我相信失败 但是这就是那个代价了 不然大家有想到什么样的更好的方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 所以这也让我想到了 像是在美国这一边呢 你看到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阵营 像是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 民主党就像是马来西亚现在做的 就是比较会对于这些企业 大型科技公司比较苛刻的 会收更多税 然后可能去帮助这个医疗补贴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共和党就是倒转来 特朗普的那个党就是呢 基本上这个经济自由 然后呢这个公司税 企业税把它降低 然后让这个股票市场 还是这些大老板赚更多钱的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阵营 没有绝对的好跟坏 不过你看回马来西亚的话呢 其实目前我们 不管是国盟还是团体政府 似乎都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那一块 但是这也或许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困境 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 如果是我们持续的 就是向全民收钱的话 其实真的会导致整体的那个生活水平 跟整体的那个收入 不停的上不去 OK 所以我个人是偏向支持这样子的这些措施 好 不懂你怎样看 欢迎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